两档春晚的录制 而且从大年初四就开始火速开工了 不知道小凯会不会觉得这个价还没放够呢 当然有这样的感受 但是开工也蛮好的 因为就可以少在家待两天 就可以少长胖了 休长胖吗 没有没有 因为开工太早了 假期不够 不知道会不会有压岁钱来凑呢 不会 现在都是自己发红包 说起来此前王俊凯也是第一次 参加我们东方卫视的春晚来着 不知道此番小凯感受如何 就觉得很热闹 然后呢 舞台也是非常的炫苦 在东方卫视的春晚上 王俊凯 王源和一阳千玺 不仅一连带来三首温暖动听的歌曲 还尝试了一把海派剪指 原来小凯还有这项隐藏技能啊 其实已经有帮我们完成了很大一部分 很精致剪出来 而除了多方卫视 王俊凯也连续第四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褪去当年的青涩 如今的他多了几分从容 我们每年参加的节目也都不一样嘛 今年其实是跟三位姐姐 对 我得一块去上春晚嘛 就是人很多 就大家一块合唱一个歌曲 就会很考验一个默契 对 就感觉跟他们还是 默契还是很好 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差子 舞台前的完美呈现自然是经过数十次的走位排练才得以实现的 而这届的彩排对于王俊凯来说有个特别的记忆 就是千万要来得及上升降台 否则就只能用爬的了 彩排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不是跟舞蹈演员就是站在他们后面嘛 然后后面那个升降台会升上来 但是有一次我们就是一排的人都站在后边的格子了 所以但那个升降台升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上去 就只有爬上去 就来不及了 又只有爬上去了 接二连三的工作 让王俊凯必然是无法陪在家人身边过年 好在小伙子心态不错 换一种方式陪伴 想念都在心里 但我奶奶还是会做就是家里一直做的那个园子 所以回家每次都会吃那个吃特别多 当然会想家嘛 但是其实参加春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嘛 当然我们也是 就是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拜年 也是一种就是陪伴吧 在假期的最后阶段 王俊凯也给大家拜个晚年 过年也快结束了 祝大家开工大姐 然后工作顺利 天天开心 记者王孟岩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要说忙啊 沈腾也得算上一个 2019年的央视春晚 沈腾参演了小品站位子 而大年初一呢 他主演的两部电影 疯狂的外星人 他会让金子 20分钟 第二个小品트� 也能够通过